丰园区近年来大型建设丰园转运中心是备受地方关注 而在工程单位的努力下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目前的进度也已经达到了80% 而台中市议员张静芬 这一天要求市府交通局要逐期逐址完成 不要只是停车场转运站 更是要带进商机 别让商亲失望 为提升地方交通便利 台中市政府规划在丰园火车站旁 设立地上五层 地下两层的转运站 在工程单位努力下 主体结构已经完成 目前进度已达80% 自建的方式推动 推出地上五楼 地下两层楼 多目标的立体停车场 总算这一项工程现在快要完工了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要做得不做嘛 要做速度的方法 不做你就是不做 风源转运中心在民国108年动工 是风源地区近年的大型建设 新建地下两层地上五层多目标建筑 议员除了要求市府要如期如指完成 不要只是停车场转运站 在在着手做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后续 我们针对这一块还做招商 那所以现在我们先启动了招商的初步规划 风源转运中心招商市府已经进行相关的前置作业 将整合公共运输以及停车场使用 让交通更为便捷之外 也利用商场创造商机带动人潮 为风源制造亮点 接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